週六上午營樓來了一名年輕男子 小老闆拿出了項鍊要讓他看看 只見男子先是戴第一條項鍊 對著鏡子左看右瞧 感覺不太滿意 小老闆再拿出第二條 一直沒坐下來的男子 再接再厲是戴著金項鍊 這個時間點 男子瞥見了旁邊的消費者 站起來要離開 結果就在這兩人 一踏出營樓之後的三秒鐘 脖子上還掛著金項鍊的男子往外衝 他就是追搶匪的營樓小老闆 低調不願意露臉 但是結實的肌肉線條藏不住 門口的健美先生是他的招牌 一個禮拜前 小老闆剛剛抱回了建立握具 第一名的獎牌 警方抵達的時候 三十八歲的牆費 已經被壓制在地 體格高中的他缺錢花用 想到了黃金價格高昂 機車都沒熄火 就停在牆邊想要搶銀樓 過程不到兩分鐘 都跳上機車要跑了 健美先生撲倒他 搶匪搶走的大約是 價十七萬元左右的金項鍊 因為詐欺剛出獄的他 這下又得因為搶奪案 再度吃老飯 三類新聞王小俊榮 台南報導